來關期間全台各地的天氣狀況了 今天其實台灣各地水氣是比較少的 因此大部分都是多雲大晴的好天氣 只剩下東部還有東南部沿海地區 會有一些局部的短暫震雨 但是在今明兩天高溫飆上35度 感覺起來好像像夏天 不過提醒各位在午後的時候 大台北還有東北部地區以及其他山區 會有局部的短暫雷震雨 溫度方面就要告訴大家 今天真的是很熱 因為西半部地區的高溫 可以來到33到34度之間 南台灣的網友要多加留意了 因為這個高溫很有可能局部會達到35度 東半部的高溫也有29到31度 各地感受上是比較悶熱的 早晚的時候低溫大約是落在22到24度之間 當然現在在今天 其實說起來很可能是濕濕熱熱的天氣形態 我們就告訴您的是 氣象局現在針對了多個縣市 發布了高溫特報 來看到的時候在中午前後 南部地區包含了台南高雄還有屏東這三個縣市 溫度很有可能會飆到35度 都要特別提醒大家如果真的要從事戶外活動還有勞動的話 一定要多補充水分 同時防曬工作也要做好 以免會有熱傷害的出現 好 另外還要來關心未來這幾天的天氣走勢了 我們來看到其實今明兩天天氣狀況比較類似喔 當然都是蠻熱的 山區在午後會下雷震雨 不過到了週三這一天到時候北東地區都會轉涼 同時降雨的情況也會變得比較明顯 好 週四來關心的是天氣又會變得比較穩定了 溫暖為熱 山區會下午後雷震雨 另外禮拜五開始 禮拜六還有禮拜天即將要迎接的是五一連續假期 好 這一段連假其實包含了北部還有東半部地區 天氣狀況是比較不穩定的 會下雨 同時溫度也會降低 氣象局持續密切的觀察當中 最後來看到今天的天氣小叮嚀了 好 今天天氣很熱 一定要記得多喝水 同時防曬工作也不可少 另外在午後的時候部分地區會下雨 提醒各位今天出門的時候還是要帶把傘 是比較保險的 同時在今天 西半部還有外島地區的金門馬組會有誤 因此如果你有交通往返需求 一定要多加確認航班資訊 同時開車的時候也要特別注意行車安全 最後來看到的是北部地區在今天的空氣品質 蠻不好的亮起了橘色提醒 過敏族群的網友必須要多留意 以上就是這一集的氣象資訊提供給大家 水神霧化器 好 就是這一台 它24小時在我們這個環境的攝影棚裡頭 基本上是隨時的在做空氣當中的傾銷 我們現在水神霧化器也有像這樣 迷你的這麼小台水神霧化器 請大家上快點GO下單的時候 輸入我的代碼 CTI 588 會有折扣優惠